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人民币在近期是不断在贬值 而中国人行在今天公布 为了提升金融机构的外汇资金运用能力 从9月15号开始 他们会下调金融机构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 有6%下调到4% 目的就是要减缓人民币的一个贬势 而另外巴拿马运河因为干旱的问题 现在已经塞船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船商如果想要省去排队的痛苦 可以替每艘船支付高达24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7000多万的金额 就可以快速来通关 那么管理局也说 如果汉巷未解的话 那么相关的措施恐怕是会维持一年的时间 这对航商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政大金融系教授姨乃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分析师许峰璐 大家好 经理天下特派员叶子娟 大家好 好 我们先请教威良 现在法国新业银行最新的报告说 受到了利率快速上升的影响 现在美国垃圾债的违约率是持续在攀升的 那么现在融资成本如果持续的增加的话 其实法国新业银行他们也警告说 会让体质比较弱的一些企业科 会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 对 所谓的垃圾债指的就是说 这些公司的信用平等 本来就不是属于投资等级的 代表就是说它隐含的违约风险 是比较高的 如果景气是属于太平盛市 那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垃圾债因为它的殖利率比较高 更吸引人 可是当景气如果是在谷底 或是甚至这个探底的时间会拉得很长的时候 那其实就比的是企业的气够不够长 那如果你没办法有足够的现金流量 来偿还这些利息或者本金的话 那其实就会形成违约 那就七月份的数据来看 违约率已经是达到4.2% 而且是创下2021年 两年多以来新高了 那这个现象可能后面还会再更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随着美国联准会的升息 那你越后面才发行债券的企业 它的所谓票面利率一定是越来越高 那不断的跌高之下 代表后面的筹资成本是更为沉重的 所以这个数据要紧盯下去 那另外我们观察 在罗素2000指数 8月份是跌了5% 那今年的涨幅是8% 那给大家去做一个比较 那因为我们知道罗素2000 它是针对在美国罗素3000里面 市值最小的2000家公司 所以一般来说 它代表就是美股当中的 小型类股的走势 那去年是跌了21.5% 跌幅也很重 进入到所谓熊市标准 那今年好像也跟着 大家有一点反弹 你看它涨了8% 可是不要忘记 S&P500是涨幅超过两成的 那这个像高科技为主 纳斯达克或费半 根本不用说了三成到四成的涨幅 所以这其实凸显出 其实今年美国股市 真的是一个市场 却两个世界 大型股尤其是科技股 像我们提到 像辉达 特斯拉 苹果 微软 这些所谓的科技七大龙头 他们平均的涨幅 是几乎是翻倍的 可是如果以小型企业来讲的话 那有代表性的罗素2000 其实今年的弹幅 真的是很少 完全都还没有收复到去年下跌的一半 那反映出就是什么 因为高利率的环境之下 那其实现在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放款意愿 也越来越低 小型企业在这个时候时局艰难 越需要资金活水 养活企业 养活员工 养活股东 可是银行却是雨天收散 告诉他说这个不行了 这个这一次的贷款到期之后 没办法再延长 没办法融通了 所以面临这个利率环境 其实很多小型企业 有点载幅采成 那业绩受到影响 当然股价也就被压抑了 那另外再根据 标普五百的这个数据来看 今年到目前为止 有四百零二家公司破产 那近年来最严重一次 大概就是发生在疫情 刚爆发那一年 二零二零年 当年是有四百零七家 所以其实这个数据 已经直逼疫情的状况 那对照 其实现在的股价指数位阶 如果你去跟二零二零年比 那没办法比 这个早就已经大涨倍数了 可是破产的公司 也就是说基本面的动能却出现 好像没有办法完全跟上来 那尤其就是凸显在 整个美国市场 其实非常纷乱 强的强 可是弱的这些 也不能被忽略 所谓的这个弱数 弱势的个股 而且他们还不是少数 那另外根据最近的一些 就业数据来看 那美国八月份 裁员的人数达到七点五万人 那跟七月相比 月增率是高达了217% 从生活也可以来看景气 那比方说到美国去 以前我亲戚就很喜欢 带我去这个 这个所谓的亿源折扣商店 大家乐趣看看 那其实很有趣 因为你就是有那种寻宝的乐趣 但是大家知道 它的业绩竟然在今年 是严重不如预期 而且最近才刚下修 全年度的营收跟获利的展望 那所以导致股价是大跌的 那其实反映 他有两个现象 第一个就是来客数减少了 第二个他不得不去卖更多 几乎没有什么利润 毛利很低的一些生活必需品 大家知道 其实经营一个大卖场 虽然我不是老板 不过这个看过很多书 有介绍 大卖场的经营管理策略就是 其实他要用一些低价 然后几乎没有利润的商品 吸引人上门来 你讲所谓这个挫楼回是不是 对 就是放在门口 吸引你进来 但进来之后 你会买其他的东西 他就这样达到一个平衡 因为其他高毛利的东西 放在里面 那以他的一个经营来讲 其实原本就是 透过一些所谓很便宜的特价品 吸引你 但是你最后越买越多之后 他也是能赚到钱 可是现在他不得不卖 更多便宜的必需品 那简单来讲 就是反映出 大家现在对于支出上面 真的是会考量再三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是所谓的 从赌场收入来看景气 赌场收入可以观察出来 对 这个其实最近有一位 著名的放空的操盘者 他所提到的 因为其实在2000年 或者说在08年金融海啸之前 这个赌场收入跟股价指数 跟经济都是高度正相关 不难理解 今天我们如果在股市里面 赚大钱的时候 那你就会想要吃香喝 然后因为这些钱你会更敢花 然后就干脆在股市赌一把 还不够过瘾 到赌场再赌第二把 所以到赌场里面 大家其实就灯红酒绿 奢华弥漫 但是其实他发现说 这个赌场收入 连同今年在内 过去的三年 一年比一年高 那今年应该会大幅度的成长 创历史新高 可是这隐含着 有可能胜急而衰 所以赌场收入如果越高的话 就代表接下来景气 很有可能会反转 对 如果是温和成长 那代表大家可能口袋有钱了 而愿意承受风险 甚至把小赌移情 把到赌场去 当成是一种生活品质的享受 或者说生活压力的释放 可是如果说这个收入 跳针太快 冲到那个高峰值 而且你跟过往历史比 它已经达到峰顶的时候 那要小心 也可能意味着或许这个股市 现在也是在相对高点 那当然未来的景气或股市 可能就要小心 会不会有一些修正或下滑的疑虑 那的确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档投资在博弈类股的ETF 顾名思义 它就投资在一些全世界 著名的赌场 博弈相关的股票 大家看 它原本股价也是大涨的 那代表就是隐含 整个景气 或者说股市的表现不错 大家口袋有钱了 业绩好 可是最近却一口气 往下 急跌 直接回撤这一条是 所谓的年线了 那代表就是说 这个隐含也就是说 未来的赌场收入 是不是会从高峰 的确开始出现转折衰退 这个当然也是另外一种 另类的观察 好 不过要再请教未来 我们说在这一次的 这个股市的上扬 其实AI就是功不可没 不过我们说到AI 回答他们之前才自曝说 他们的这个H100跟A100晶片 现在开始被禁止销往中东 部分的国家 但是没有想到美国商务部 是出来否认 现在怎么变成是罗生门了 对 这可以说 在24小时之内 这个消息 这个出现了大翻转 那当然美国商务部 也算是立刻止血 告诉大家 并没有阻止企业 向中东销售AI晶片 那其实这个事件的源头 从哪儿来的 其实就是回答 自己算是爆料 自己公告 自己公告就是说其实他有收到文件 然后美国政府通知 或说提醒这个A100H100 这个AI晶片不能卖到中东的一些国家 那具体是哪些国家是没有提 那我想这两个说法 我们把它综合在一起来看 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 当然美国是非常担心 这个中东下这么大的AI订单 究竟是不是背后有隐藏的买家 也就是来自于中国 透过中东来出手购买 等于是中国希望绕道而行 取得晶片 那这个其实当然就是会让美国 盲刺在背 所以你说他想不想要禁止 限制销售晶片给中东 然后避免流落 最后到了中国的手上 我觉得这绝对是肯定的 但是我觉得美国在现阶段 不会傻到自己敲锣打鼓 发一个正式公告告诉全世界 告诉中东 告诉中国说 我们要禁止销售晶片给中东了 因为这个市场商机很大 然后中东事实上这么有钱 他自己本身也真的是要发展AI 我们姑且不论说 他是不是真的是转一手 要卖给中国 那毕竟之前沙鲁拉伯也公告了 2030年以前 他编列了130亿美元预算 要打造AI资料中心 所以其实全世界都缺AI晶片 那我觉得美国也想做这个生意 那只是在于必须要抬面下低调一点 所以找了挥答 没想到说挥答 你怎么嘴巴那么大 你直接都把他讲出来 你怎么公告出去了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到最后 其实事实上就像当初的中美贸易战 第一道禁令出来是最吓人的 可是后面会开始 所谓的开后门 也就会有一些豁免条款 用专案申请 我认为最重要就是说 只要中东这方面的客户 你能够提出证明 真的是中东使用 不是要把这个晶片 买到大陆 对提供给中国的百度 腾讯等等 那没有问题 那这个商机还是存在 但AI股会不会被影响 所以我看其实挥答本身股价 这两天也没有什么跌 不过倒是筹码方面 这个股价涨多 有时候就怕内部人绕跑 那不是只有台湾股市会这样 在美国股市也是 那其实挥答第二大的个人股东 Stevens 那最近就是有公告出来 他有卖了股票 大概套现了两千五百万美元 但其实人家身价非常非常高 持股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其实不用担心 他所卖出来的部分 大概只有算是在整个 挥答的股权当中 只有那么一点 芝麻率都大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太担心 那整个挥答 我觉得目前股价多方趋势没有改变 那台股的AI概念股部分 虽然说最近也是在调整 但是我觉得中长期看好了这个大方向 似乎也没有走到尽头 刚回来 但我们看到 美国现在是否认 说他们有禁止挥答 把晶片消往中东部分的国家 不过从这件事也看得出来 那么现在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他们也很积极在发展AI 不过我们说到中国现在的一个经济 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担忧 英国研究机构最新的报告 说预估到2024年底 他们的经济成长率 都会在5%以下而已 要请教纸绢 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 他们现在已经很有可能会出现 结构性硬着陆的情况 因为过去我们好像似乎太习惯 中国每次会出现这种双位数的GDP的成长 但现在可以看起来 基本上都是 不要说双位数了 你可能要连保个5% 都有一点点问题了 当然它有很多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之前在节目上也讨论过非常多次 所以他们现在基本上他们认为说 硬着陆 美国现在软着陆 他们认为说中国基本上就是一个硬着陆的状况 如果我们把最新公布出来的经济数字 直接摊开 因为我们要看一个国家经济 当然要看它的经济数据 最新8月份 这个是官方的制造业采购经营人指数 是49.7% 感觉有上升 但是还是连续6个月都在融库线以下 已经连续6个月了 当然他们除了相关 还有非制造业 8月份的非制造业的话 一样也是51.5% 从原本这个51.5%是7月份 又再往下降 现在到了51% 也都还是在往下降的感觉 现在其实有碰到的一个实际的状况是 像台湾我们会有劳保 但是以他们现在中国的这些状况 现在有3800万人 自愿中断了 不缴了 这个他们的养老保险 然后还有4300万人是直接退出 那这件事情最近开始拿出来被讨论 这其实是一个新的观点 他们就说 这其实也反映出了 的确中国现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之下 有些人你的薪水拿到都已经偏低了 那我就更不想要再去 多去缴未来 否我养老要用了这些保险金 所以他们就干脆选择不缴 当然也有一部分的解释 他们是说现在有人 他们会觉得说 这样的钱与其放在那里 要等我老了之后 要从政府那边领回来 他们有点点不担 不安心 觉得有可能会领不到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钱还是拿在自己手里 所以保险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反映 也是反映出了两个 那这一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 纽约时报 它特别写出了 现在目前在中国经济泥闹之下的 这是中小企业主的一个 真实的一个故事 这一篇报道的一个主角 孙女士 她曾经在整个中国地区 她开了一个所谓的 什么曼尼咖啡 有二三十间的 这个连锁的咖啡厅 她说她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一开始 国营的银行不贷款给她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之前几年前 那马影金服的贷款 不是跑起来了吗 因为马影金服跑起来 所以那个时候 官方又告诉这些国营 说不行 你们要去多多贷款 给这些中小企业 所以她说原本国营 不借钱给我 后来一个马影金服起来 她说国营每天追着我后面跑 拜托我借钱 好 她说好 我就借了 我借了130万美元 她就借 然后她说要把她的 连锁咖啡厅 还去建了中央工厂 什么等等的 好 结果呢 她说政府 2018年突然说断就断 因为她说 官方政策突然一道命令 一道命令下来 她说我们要去检讨 这个中小企业 放贷的质量为何 然后因为官方的一道命令下来 然后突然她的 借的那些钱的银行 通通就突然断贷了 所以她说 这就是他们现在中国的企业主 中小企业主 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官方政策 招令戏改 是 它会让他们下面的人 很难做事 对于一个中小企业来说 我借了这么多的钱 然后你突然不给我 就不给我 这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以她的状况来说 她后来 除了这个断贷的问题之外 后来因为碰到疫情 然后开咖啡厅的 碰到疫情 整个封城 那当然是 是 完全不用 对 所以她后来电倒了 但问题是她倒了之后 她的名字就被列在了 他们所谓叫做黑名单当中 你知道黑名单当中会怎样吗 你不能够坐飞机 你不能坐高铁 你不能再坐贷款 你不能订住宿 什么通通都不行 那她就说 那你根本政府就是断了 我重新起来 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感觉没机会了 对 她说我连来去个上海 我也不能搭高铁 我也不能搭飞机 那你现在到底要 我怎么能够继续站起来 她说这就是中国 现在中小企业主 所面临到底的问题 好 那我们讲完了 中国现在经济疲软 我们过去都说 谁会影响到很大 我们之前点名德国 点名韩国 那都是因为跟 中国的贸易依存度 很高的国家 那我们今天先来看 南韩的一个状况 因为中国是它 最大出口的市场 好 这个他们是自己 对于他们的 企业所做的一些调查 其中他们有 对302家的韩国企业 做调查 他们说其实超过一半 的企业都直接说了 他们今年的利润 是没有达到目标的 对 因为他们跟中国的 这个企业 尤其是因为中国 现在经济景气低迷的关系 所以他说他们的利润 是没有达到目标的 好 所以这样出来 你也是一样 最新公布的是 韩国的工业生产 是年减8% 但是重点不是这个8% 重点是 它已经连续10个月下滑 10个月下滑 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概念就是 它已经超越金融海啸 时期的连跌记录 所以他现在这个状况 比金融海啸时期 感觉好像还要更加的严重 对 好 那同样的 这个是国内生产毛额的部分 也是一样大幅的缩水 好 那这边 我们来讨论的是一个 他们的就业问题 他们有一个数字 是2023年的第一季 他们新增的就业人口 大概是45万人 但是来 数字在这里 你知道60岁以上的就业者 是30.5万人 我刚刚说全部是45 所以绝大部分的是60岁的人 高龄者在就业 所以高龄者变成他们就业的主力 对 反而是高龄者在就业 然后其实30到39 40到49分别在下面 但是反而30岁以下的族群的就业的 新增的就业人口是低的 好 那为什么韩国他们现在会出现这种 所谓高龄要就业的问题 其中我们先来看一下是 好 这个 以OECD的国家来说 他们韩国65岁以上的长者的就业率 高达34% 也就是说大概每三个人当中 有一个还在继续上班 65岁以上的长者 这个数字对比起来 你说OECD 比如说以北欧来说 65岁以上长者就业率 大概是只有10% 台湾的高龄者其实就业率也不高 对 其实爸妈都很早就想要退休了 对 好 那就是其一 那你会说 那你可以说是因为这些高龄者 他们自己想要就业 你也不能说他们想要就业就很可怜 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数字是 以OECD 也是OECD国家普遍来说 韩国65岁以上高龄的贫穷率 是43% 就是整个OECD当中三倍高 所以他们的贫穷率是高 就以老年人口的贫穷率是高的 所以他们要来做这样的就业 所以也发生出什么特殊的 你的景象呢 在首尔有200多家的地铁快递公司 是专门让应征65岁以上的人来工作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坐地铁不用钱啊 对 因为高龄长辈搭地铁不用钱 所以他就让你拿这个不用钱的地铁票 然后去搭搭帮我送货 就搭地铁去送货 所以进而居然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样态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出来 然后还有他说最大的还包含80岁以上的人 每天还在那边工作11个小时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那还有包含他们就说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老人的这个问题 他说其一是当时是亚洲金融风暴的问题 其二呢他们就说 韩国人他们其实有养儿防老的那个概念 所以他们把他们年轻时候赚的所有的钱 都用在栽培自己的小孩上 他其实没有为他自己的老年生活留太多的后路 他把他那年轻时候工作赚的钱 都在栽培他的小孩 但问题来了 现在他的小孩长大却没有办法养他们 当然是他们自己就业率 有些年轻人就业率的问题 那当然也有小孩子本身的问题 所以现在来看到的是韩国年轻人 他们说有将近53万的韩国年轻人 是不善于交际的 长期把自己关在家里与世格局 长期孤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他们说这就叫做 还给他那个名词叫做孤立青年 有多少人呢 61万 61万相当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 你想像一个中等人 城市人口然后每天这样关在房间里 然后外界格局 对所以这个也的的确确就是 他们现在韩国年轻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你们觉得我们从刚刚看了中国 然后看了韩国 年轻人老人等等 瞬间断绝了我们在台湾还蛮幸福的 是 刚子娟带我们看到 南韩现在经济面临的一个困境 包括他们很多这个高龄的长者 因为没有存到退休金 所以就算年纪很大 还是必须要很辛苦的在工作 包括他们的年轻人 现在失业率很高 很多还是要靠爸妈的资助 才有办法过生活 我们说到韩国的经济不好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受到了中国 大陆经济不好的一个拖累 说到中国大陆我们来看到的是 在碧桂园的一个部分 碧桂园的境内债权的这个 境内债的这个表决 现在是出现了再延期的一个状况 那么现在目前 目的就是把这个碧桂园给降频了 他的性贫现在是被这个目的给调降了 那么这家公司的股票 从下个礼拜一开始 会从这个基准恒生指数当中 被剔除 所以要请教这个英老师 现在整个债务风暴是持续在扩散吗 包括现在彭博也报导说 影子银行的危机 也是中国大陆他们另外一个挑战 因为在中国影子银行的资产 其实有高达超过50兆人民币 那么相当于是200兆台币以上 这个占比非常的高 占了他们GDP超过四成 我想碧桂园的这件事情 代表就是整个大陆的房地产业子 面临了崩溃的危机 原因就是碧桂园号称 是中国大陆最大的一家房地产 地产上 那它的负债大概有1.4兆人民币 那最近它出现了债务问题 那个只是降它的平等 不过一般来讲 大家都觉得可能要倒了 有倒闭的危机 而现在大家就是根据统计的话 就是发现6月份 中国大陆的新屋销售率跌了28% 7月份又继续跌了33% 就是将近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整个房地产市场 大家也不买了 整个市场要垮掉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出现了更多的这种问题存在 因为建商他们的负债率 一般来讲跟它资本的负债 在大陆大概都超过200% 也就是说它欠债欠太多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最常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个你卖屋的时候 这个你要向银行借钱 并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都是公银的 要贷款很难 所以这些建商真正想办法贷款的话 他多半都透过金融市场 找到影子银行 那影子银行就是他们的一个 另外的一个管道 那多半都是信托的部分 用信托的方式来取得这个资金 因为取得资金利率 它在市场上的取得的时候 它的银行利率 因为市场资金过剩 所以说它借钱的时候 它的利率是比一般的公银行库 稍微高一点点 可是它资金取得非常非常的容易 跟影子银行借钱 那这些影子银行 在中国大陆就开始变得蛮大了 那影子银行的问题就 我们如果仔细看的话 在我们在台湾最常谈到的影子银行 就是地下钱庄 对 可是在大陆它的范围扩大到什么呢 只要是所有的理财投资 委托贷款 信托的业务 还有资产证券化等等 私募资金 网络的借贷像P2P 这些租润融资等等 都是它地下的 我们讲的影子银行的业务 所以它占的比重非常大 所以这个占的比重 根据他们的统计资料 大概2017年 这个影子银行的规模是 160.4兆人民币 比这个数字看的大很多 那它为了要打击这种影子银行的存在 它叫做打击无兆驾驶的金融活动 无兆驾驶 无兆驾驶 所以打到2019年就剩下了84.8兆 也就是说一下子打掉了70多兆 对 那这个打掉的主要是什么 P2P 我们看的 大家都看到的 那这个房地产市场 我们看到房地产市场进入困境 大家钱都像影子银行借的 那影子银行 火就烧到影子银行了 那影子银行就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就 非常非常的严重 变成金融问题了 而且这个金融问题又是都在地下的 你要管理起来非常不容易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最近出状况 有个中融信托 那中融信托后面 它是中职集团 中职集团是第二大股东 它本身就是预期的兑付信托资金 就超过了1.5兆 那购买这个中融信托这些产品的 这些上市公司都是比较好的公司 有60多家 那这个中职集团本身呢 它下面有四大财富管理公司 那这个四大财富公司 债权超过了2300多亿 累积的资产总共有3.6兆 所以中职集团开始出问题了 整个这个我们讲的影子银行 又要垮了 这一垮就变成这个中国大陆的 一个很难收拾的一个金融问题 所以如果是连环报的情况的话 这一报的话 他们担心就是会影响到世界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我们看到一个 罗姆罗他里面的一个专家 他说中国大陆的新屋的比重 在全世界的二分之一以上 一半以上 中国大陆的房地产业 如果是开始出问题的话 新屋卖不掉的话 那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 跟整个世界的房地产市场 可能都会受到牵略 都会动荡不安 好 刚刚您老师 但我们看到是在中国 现在的碧桂园 被目的给降频 整个房地产 可以说连环报 那么现在呢 银行的危机恐怕又是 在中国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好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的是 美国拜登政府要提供120亿美元的资助 跟贷款要协助车厂的去改装 他们的一个厂房 那么用来生产的就是电动车 那么另一方面 鸿海跟玉龙这两大集团旗下的 红华先进 现在也要启动全球的扩产计划了 所以要请教这个封路 在电动车相关的个股 接下来可以留意吗 我觉得现在因为资金 在进行一个轮动 AI股大多数都在休息拉回 还没有营收公告之前 大家都是在等待 等待的过程 你可以发现最近很多个股 它是轮流一直不断的 在进行向上的反弹 那这个新闻就可以拉动了 整体的电动车往上走 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 这120亿美元 它有分赠款还有贷款 我给你20亿 你可以来领这个钱 然后你再给你100亿 给你贷款 那就是非常优惠了 然后它可以生产的 包括像插电式的电动车 混动也可以 因为很多人混合动力汽车 没有错 还有氢燃料电池 所以它阔期的面就比较广 其实主要的关键就在于 拜登他就是要做环保 就是要绿能 所以现在的行动的装置 汽车部分里面 他就是用电动车 用混动用氢能源 只要不是过去的化石燃料 就可以了 好 那最近的新闻 又看到了鸿海跟玉龙 他们的旗下集团里面 他预计就有250亿的营收 我想这个应该会热卖 因为这个应该是在国内 百元附近 百万元附近 可以买到可能CP值最高的电动车 因为本来鸿海就是从电动 就是从电子起家的 组装起家的 再加上玉龙 强强联手 我相信这台车应该会卖得不错 而且价格便宜 那我们再看 最近有没有好多人都快 在做充电桩 因为其实真的不够用 那充电时间其实最快也要半个小时 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而且电动车越买越多 我就需要充电桩 没有做 连台塘都在做 台塘做到底要什么 其实不是说他那个41支很厉害 还是他到2025年要建106支很厉害 41支充电桩 其实这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台塘为什么也要做 你要想这叫政府全力在支持 连台塘都在做 那我政府要做你看只是一个部门 让你看到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部门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政府在做电动桩的一个讯号 释放给你看而已 到时候他的充电枪会骗齐全台式的形式 但大家在台塘那个加油站也不多 对不对 但是呢 充电中央也不多 可是重点就是政府要做 大家有这个概念 政府要做的长线一定是大好 好 那我们想说 如果这样子的话 在AI休息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 股票真的有涨起来 玉龙才刚开法说 对不对 那你看卡法说前代军先涨 这过去这一段也没有好辛苦 这一段为什么 为什么钱都被AI吸走了 对 之前AI在涨的时候表现都很弱 很惨 所以他现在是先反弹 那反弹也站上基线 所以这是不是多头 是 那旗下不只是这个 他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叫玉电 这个玉电车电 他也要扩展什么 国内的汽车跟电动车的充电市场 这个建置四千个 其实你看到好像数字 其实数字真的都不是特别大 要贡献营收有限 但是他要做的 要讲的还是整体全面都要做 那股价其实这边再往上走 其实还是要反映到 明年他的红华先进的这个电动车 可以卖的数量 我觉得这个是他往上走的原因 这个主因 那市场上也对他比较熟悉 资金有移过来 那另外同集团还有中华车 对不对 中华车他除了也有电动庄相关的服务 因为我卖车 我在帮你装电动庄 他就有电动庄这个业务 他也是跟育龙集团旗下的育店做配合 那再来就是他其实最近 大家有没有看到 好多的广告都在介绍一档 一档车子叫MG 其实他也是电动车 他也有燃药车 那他算是一个比较便宜的品牌 价格非常低 外型也漂亮 所以年轻人买得非常踊跃 所以他的齐元营收是呈现大幅度增长 让市场上觉得很惊艳 那你看他之前也是都没有亮 玉龙掌王 大哥掌王換谁 換二哥掌 你看 今天也是一根 攻上掌庭 帶了一个亮 大量过激线 其实这个是一个多头额攻击循環 应该会挑战前波高点 这个是已经攻上来的 但我们讲卖了那么多车 那你还是基础建设要建 今年我们再看到上半年 最强的电动车就是充电庄 当时我讲这个飞鸿从四十块一路攻到八十块 翻倍 见机也从四十多块翻倍到一百块 好 那一样大家都遇到什么问题 钱被AI吸走了 都吸走了 那他也就拉回来 但拉回来不只拉回还破季线 这严重了 破季线就准备要打底 但是在大家都没有发现的时候 他又开始往上了 他悄悄回到季线 而且从底部上来 已经涨了二十个percent 这就表示他已经是足底完成 那他大家都知道 他其实有个很特色的一个大股东 是谁 台尼 台尼在好几年前就已经参加他的私募 当时的价格在多少 大概在四十元附近 在四十元附近 那你有没有发现 最近只要有参加过私募的股票 他通常大股东在揮油力挺 只股价都有翻倍的空间 那我们就说他现阶段又拉回到这位置 那已经慢慢躺上来 加上七月营收也变得非常好 下半年他有台南两个厂 二厂跟三厂 全部都要扩产完成 那下半年很多的这个充电庄的设备 就会大量的出货 那配合到剛剛 我們在看到拜登 對不對 拜登在讲 你們都要做电动车 加速建置充电庄 我觉得他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 那股价重新站回基线 大家可以留意 未来应该有机会挑战高点 那最后有一档股价比較特別 我们刚刚说这个是大概三年前这个台尼参加 参加他的师母 那建基呢 他的最大客户是Volta Volta是什么人 Volta这间公司 其实他在北美 他主要是做公共工程的充电庄 那他这一次 因为拜登说要做五十万个充电站 五十万个充电站 那有多少充电庄 那他一定会飙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 所以前一波建基也是一波长大 四十多块到返北 那这里当然是因为营收不如预期 所以跳下来 可是他已经打了一个这么大的底部 好 裕隆已经过季线 中华车今天过季线 飞鸿在季线 他离季线 第一个有个小缺口 有个小的一个空间 再来这边也有一个技术面的一个大缺口 会不会来补 我认为来补的机会非常高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充电庄的部分 他已经有五十万个 那最近他干了一件事情什么事 他私募现真 结果大股东是谁 宏基 宏基其实在上个月 才去参加了统政的私募 他卖偉创 卖偉创去参加统政 结果统政股价是翻了快要三成 真的营收有大爆增嗎 还没有 但其实建基的七元营收 已经回溫了 已经跳增了 那我们说过下半年 都是充电庄的一个重点营收 再加上这一次 他募的这些资金 宏基是在六十八元去募 那现在价格多少 今天收盘才七十三块 那我们就我们刚刚所说的 上次参加统政涨了快三成 那现在那是不是又有空间 再加上营收要准备公布 可以特别留意 好 刚风露带我们看到 在最近AI族群 感觉上是开始休息的时候 电动车相关的族群 在打底完成之后 接下来是有机会 有一波行情可以期待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的是 半导体业界传出说 联电钢层现在有意 要把COAS交由系统来整合 我们说系统的股价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 也涨了将近有一倍之多 那么还有机会去复制 在过去制圆成功的模式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